走进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顾桥镇一片昔日采梅尘县区 水下成群的鱼儿在稻根间穿梭 水面浮板上成片的稻碎压万了腰 王恩林划船穿行期间 检查着每一株稻穀的生长情况 在岸上种了一辈子水稻的王恩林 如今每天在水上种 王恩林工作的稻田是由淮河能源控股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和安徽理工大学合作的 采梅沉县潜水区种植养殖项目 水面种植漂浮水稻 水下实施余月养殖 50亩水稻已完成适种 淮南矿区地处淮河中游 地下潜水未高 叠加多枚层开采 重复呈现 采梅呈现区治理是一大难题 在这个示范点我们采取的是 立体式的修复模式 在呈现超过三米以上 积水区的地区 我们开展了光伏发电 一米五到三米的区域 我们采用了水面漂浮式水稻种植 通过生态环境治理 我们的采梅呈现区的环境 也有所改善 采梅呈现区治理之前 这里的环境是比较差的 我们采取了这个土地复肯 对土地进行的平整 在土地平整之后 我们根据土地的性质 进行着这个玉米的试种 通过试验之后 我们的这个玉米种植 长势良好 据介绍 项目组筛选了猪高较矮 生育期较短 抗倒腹能力强的五个仙道品种 和一个精道品种进行实验 南陵早二号水稻投茬母产560斤 二茬预计母产近300斤 乐优966水稻预计母产1000斤 其余四个品种也已玉碎 因为水面上首先它的一个湿度 还有它的这个温差比较小 这些都是适合水稻生长 水稻生长就是对这个湿度 还有温度 以及水面的这个光照条件 它比陆地 它有一个水面一个反光 所以相对来说 这些条件可能更适合水稻生长 比陆地明显的涨势要快 日前包括多位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内的专家组 对首批试种品种进行实地考察 得出结论 以收割的水稻品质 符合国家标准 水稻种植还对市种区水质 具有改善作用 对这个稻米的品质上来讲的话 是比我们陆地种植的 这个稻米的这个贫穷品质 这个有害的元素要低 有益的元素高 就是说相对来说 是比较优质的这个稻米 通过这个监测发现 我们这个隔水袋里面的 氮瓶的含量明显地低于这个外边 就是这个水稻的这个根系 它进入到这个水里面以后 把水里面的氮瓶 就有效地降低了 那通过这个研究发现 我们种植以后 对种植区的这个水质 有明显的改善 目前项目组 已对首批试种品种 设计商品包装 未来计划推向市场 同时还尝试种植出 具有观赏价值的紫叶水稻 有观赏价值的 有观赏价值的 并且让你